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13年度运动来台湾2.0计划 24日在二水源泉社区拔河场举办 黑泥田拔河赛 民众在黑泥田中抓泥丘以及拔河比赛 体验采在泥土的触感 接受土地的情感 今天我们的体育会 由体育会我们的陈志明总监事 用心继续规划 来接办黑泥田的拔河比赛 为了继续发展地平的规划 把地平的特色提供出来 让人了解 二水源是路水客观头 来这参加黑泥田拔河回味 我们农村灌溉的生活乐趣 我们从前理事长 赖昭旭在任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 我们利用我们在地的场域 去做一个可以让大家可以亲近土地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办理了黑泥田的一个拔河比赛 黑泥田的捉泥丘 那慢慢的我们现在把它转换成 就是一个常态型的一个生活体验 就是让不管是年长的年轻的或是幼小的小朋友 他们都可以亲自采贷土里面 接受到那种乡村的一个土地的情感 黑水泥田 小朋友基本上现在在市区 都已经很少有这种乡村的生活 所以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 以前小朋友像我们小时候都会去玩 然后挖番薯啊 还是一些乡间的一些活动 现在其实在都市已经慢慢的减少这种活动 所以就要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 来了解一下以前的人 还是那些玩水泥巴这种乐趣这样子 我先生抓了泥丘还有这个螺 然后姐姐玩得很高兴 弟弟现在也玩得很高兴 哇 这两个泥丘就有胶了 虽然晒得很多 但是他们好像买得买高兴的 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也没有玩过这种 对啊 让他们体验一下 我有抓到泥丘 还有蝌蚪 我们带来一家子来来这边玩黑泥田 很好玩 黑泥田里面有泥丘 有蝌蚪 青蛙 还有青蛙 还有什么 蟋蟀 还有螺 蝸牛 还有蝸牛 还有蝸牛 好多蝸牛 还有黑泥 黑泥田活动强调出 人与土地之间紧密的关系 将过往农业回忆跟记忆 藉由寓教娱乐方式展现出来 全家大小街感染社区和谐气氛 也发现农村有趣生活 公益频道林居民二水采访报导 保养